12月11号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 2001年美国的新旗市骑程在大连上市 唱衰中国柑橘市场的声量很大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柑橘院士邓秀欣回忆到 当时感觉要失业了 客观的讲 对我们行业特别人我们产业的人还是蛮大影响 就感觉到要失业了 因为什么的 我记得那个报纸说 美国的新旗市骑程在大连上岸了 实际上当时量也不大 就两货归乡 但是给它的冲击很大 就觉得中国的柑橘本身就卖不出去 再加上量又不大 再加上也是老祖宗又在这里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很困难 20年前的中国柑橘产业 面临着总产量较小 成熟期集中 类型单一等问题 一旦入市就面临着被击垮的可能 邓秀欣带领团队分析中国柑橘的结构和产业短板 打响了一场国产柑橘保卫战 中国的柑橘第一个问题就是陈书期过于集中 主要集中在9月15号到12月这段时间上市 第二个从类型上 我们缺的东西我们没有 我们多出来的东西人家又卖不出去 第三个类型是我们的品质方面 比方说四川也到底红橘 我们量很大当时 但是内外全都有种子 跟人家进来的像日本的这些品种没有种子相比 那你就没办法有竞争的量 邓秀欣表示 首先需补齐中国柑橘产业的短板 提高成类产量 美国的柑橘呢 80%都是当时都是成者 它要来的主要是成论 当年就从宏观布局里面 所以当时正好国家在开始搞优势区域规划 我们就建议国家 实际上是在盖南 湘南 贵北 北纬25度线呢 建立我们的国家的七成产业带 第二个呢 就是结合三峡库区的建设 建立了一条 也是以填尺为主的柑橘带 所以这两条带呢 应该说今天来看 就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就是说成类的这个短板我们补齐了 针对成熟期集中的问题 邓秀欣介绍 中国柑橘利用我国独特的生态优势 宏观布局了产业优势区 如今中国柑橘的成熟期 为每年7月至第二年6月 基本横贯全年 七八月在云南上市 九月份就到了平和的密幼上市 十月份移上的密局上市 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 江西的那个旗城啊 南风密局这些品种哗哗都上来了 等到十一四二月这个过了以后 从二月份往西的砂糖局上市 它也比较晚 然后呢卧干上市 三到四月 五到六 四月到五月 我们又回到三峡来上市 所以中国的干局 通过一个纬度的布局和海拔的布局呢 把中国的干局就成熟期就拉开了 如今四季飘香的中国干局 不仅年产量较二十年前增加了五倍 围绕其进行的科技攻关 也使得干局成为了中国农业的一张金名片 入市啊 有了这样一个竞争 因此也逼得我们从行政的角度 科技的角度 还有了包括市场的角度 几个方面来去应对 入市以后啊 一个变化就是总量增加了五倍 这个现在全世界是1.5亿吨左右 我们占三个局子 由中国也生产了一个 基本上是排在第一位没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